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夏觉得睡醒后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想要拿出自己的手机看时间 他轻轻地从陆毅怀里把自己的手给解放出来 动作已经紧量轻了 可还是把陆毅弄醒了 陆毅抱着金夏的手臂又紧了紧 需别吵 我们再睡一会 时间应该不早了 我们还要上班呢 金夏对着闭上眼睛的陆毅说 虽然他是领导 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工作时间 但是他不行啊 他还是要受领导的管辖的 陆毅又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昨天我已经让层服给你的领导打电话了 帮你请了一天的假 你的领导同意了 现在可以继续睡了吧 竟然如此有先见之明地帮他提前请假了 在贴心这个方面 陆毅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金夏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打算跟着陆毅继续睡 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陆毅让层服提前给他请假了 这是不是代表着就算是他不给陆毅准备礼物 他是不是也会把自己扑倒呢 金夏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又转念一想 陆毅好像是也不是这样吧 他送自己520的礼物很正常 应该没有什么预谋性吧 他还在帮陆毅找理由 可是 他又觉得昨天陆毅拿出小盒子的时候是有所准备的 这个念头已经让他没有了任何睡意 他想要弄清楚这到底是不是陆毅的图谋不轨 陆毅 陆毅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金夏伸出了手 轻拍了陆毅的脸 试图让陆毅醒过来 嗯 陆毅睁开了眼睛 什么问题 你问吧 你和我 嗯 嗯 金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嗯什么 你变成小恩了 陆毅大体知道金夏的意思了 你是想说我是不是有预谋和你睡在一起 金夏点了点头 我其实不是怀疑你的用意 我只是想问问是不是而已 当然不是了 我是提前准备了东西 是因为我怕你受到伤害 我们两个的二人世界 我还没过够 不想出现这种意外 而且我也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准备这个只是为了有备无患 陆毅跟金夏解释了一番 金夏看着陆毅一脸坦荡的样子 知道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误会了陆毅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念头是有些可怕的 可这个小火苗存在着就会让他的心不平静 他就直接对陆毅说了出来 我 我错了 之错就敢是金夏的优点之一 大早上自己就闹了一通幺蛾子 他的心中还是有些愧疚的 你能够直接跟我说出来 我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新婚之夜 我希望能给你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陆毅非常理解金夏 不过 大早上就出现了这个事情 我的老婆大人是不是要弥补一下他的老公呢 怎么弥补 金夏看着陆毅意味深长的眼神 有种不好的预感 陆毅翻身压住了金夏 就是这样补偿啊 然后 一事以你 第62集 陆毅和金夏终于要举行婚礼了 金夏道 不行 你要先求婚 金夏睡醒 还是有一瞬间的晕眩 他已经分不清 究竟是上午还是下午了 只是感觉自己睡了好久啊 他看了看自己旁边的那个位置 伸手一摸 已经凉了 看来 陆毅已经起床好久了 他从床上爬下来 打算去到杯水喝 他来到客厅里 看到了客厅里的表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回笼觉 竟然睡了那么久 陆毅听到声音 也从书房里出来了 睡醒了 睡饱了吗 他从背后抱住了正在喝水的金夏 金夏放下水杯 淡定地回答了陆毅的问题 今天早上他问的那个问题 让他觉得多少有些尴尬 不过他安慰自己 只要脸皮足够厚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睡了好久哦 金夏也不睡其他的事情 只是回到陆毅的问题 咕噜 就在金夏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的肚子不自觉地发出来声音 饿了 陆毅拉着金夏的手坐到沙发上 厨子里有零食 我点了粥 应该快送过来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醒来会饿 金夏没想到陆毅竟然这么有先见之名 知道自己会饿 你是不是睡傻了 陆毅伸出手指戳了一下金夏的脑袋 你都睡了那么久了 早饭没吃 午饭没吃 你醒了肯定会饿呀 我点了你最喜欢的那家粥 你今天都没有好好吃饭 喝点粥养养胃 好 金夏知道这是来自于自家老公的满满爱意 他靠在陆毅的身上 为什么我感觉好久都没有那么轻松过了呢 本来今天是工作日 要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的突发事件 估计他们两个人都在工作呢 大概是因为你这个家伙工作日翘班了吧 陆毅直接回复金夏 哼 金夏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你也不想想我的假是谁帮我请的 现在还说我翘班呢 陆毅当然知道金夏这是故意的 可是我这个家也是请到了你的心里呀 要不然你怎么这么轻松呢 你怎么这么有嘴滑舌了呢 陆菊说好的高冷呢 金夏也是不甘示弱 他才不会轻易投降呢 陆毅本着适度的原则 知道老婆还是需要哄的 他亲了一下金夏 表示了他的爱 恰好门铃响了 他起身去开门 老婆快去洗手 过来喝粥了 陆毅拿着快递进了门 然后叫金夏去洗手吃饭 有吃的 金夏还是非常速度的 两个人各自喝着自己喜欢的粥 对了 老婆 我们要不举行各婚礼吧 陆毅就这样平静地说出来一句 让金夏差点呛着的话 可可嗨 你这个人说话 能不能做个铺垫啊 把我呛傻了怎么办 金夏拍着自己的胸脯 边咳嗽边说 我的错 我的错 陆毅给金夏拍着背 然后继续说 我就是想让人家都知道我 已经结婚了 咱俩这样一直下去 也不是特别好 我还是想要被大家承认一下的 承认什么 金夏已经缓了过来 我是已婚人士啊 我有老婆了 我是原金夏的老公 陆毅又再次说出来惊人的话 金夏 我是很认真的 我想让我们没有遗憾 我想给你一场完美的婚礼 金夏没有说什么 只是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 那在婚礼之前 你要不要把求婚也补上 好 路易目光坚定地看着金夏 我已经准备好了求婚 只是刚才都被你猜出来了 其实他对于求婚是早有预谋 关于所谓的礼物事件的结果 是他求婚时想要的结果 不过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只是求婚不能省略掉 必须要求婚的 在婚礼物件的结果